终于知道,张赫伦为啥叫惨徒了,都快被师兄弟忽悠瘸了,实在是太惨了。 在最新的综艺中,德云社师兄弟们来到了游乐场,恐高的张赫伦首次挑战万米高空战岛,原本还大气放话太简单的他,一上到战岛就开始腿软了,而此时的师兄弟们却被落在孟赫堂手上的蜻蜓给吸引了, 完全不故意旁被吓得大喊大叫的张赫伦,为了张赫伦能够顺利走完战岛,师兄弟们就开始忽悠张赫伦走一遍就行了,天真的他就真的信了,走到头才发现门根本打不开,为了安慰张赫伦师兄弟们还说起了群口相声。 一起被爆菜名为张赫伦打气,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,张赫伦直接忽略了快调的裤衩,一口气走到了终点,然而他没想到更惨惨还在后边,张赫伦连安全带都没脱,就直接被师兄弟们带到隔壁更可怕的项目, 师兄弟们也再次开启了忽悠战术,欺骗他这个项目有绳子能抓住更安全。 这行了这个,因为这有抓手,哦,不是,张伦又点,又点,这是可张赫伦一个人欺负啊,就连一旁的鸾云瓶都看不下去了,张赫伦也是信了师兄弟们的鬼话。 人在半空中,看到张赫伦掉下去那一刻,吓得师兄弟们的心的咯噔一下,烧饼更是吓到腿软,但没想到张赫伦真是胆大,都掉下去一回了,还惦记往前走呢? 不得不说,德云社真是其乐融融的大家庭,虽然经常开玩笑,但张赫伦真的掉下去那一刻,师兄弟们比谁都关心他,你以为张赫伦的惨到这这就结束了吗? 当然不是,这仅仅是一个开始,在晚饭后,师兄弟们一起玩游戏,争夺两个大床酒店房间,师兄弟们也开启了红傻子玩的游戏。 游戏一开始,张赫伦就再次体会到师兄弟们的险恶,秦肖贤直接将张赫伦给禁锢住了,让张赫伦惨遭淘汰,张赫伦直言老秦太坏了。 不服的他还要再玩一次,但结果却完全一致,被师兄弟们如此照顾,张赫伦不输逗难,虽然被淘汰了,张赫伦也想着报复回去,在游戏途中控制住孟赫堂,不知道张赫伦身上是不是装了GPS,结果还是张赫伦被打。 这已经不是惨不惨的问题了,只能说张赫伦的点实在是太贝了,鸾云平蒙着眼睛,都能三次打到张赫伦,让张赫伦也想体验一下打人的感觉,但没想到,上来就被孟赫堂的一巴掌打得怀疑人生。 估计张赫伦以后, 再也不想上综艺了 逗笑社中做任务 自己挑了一下午的水 对着自己的电话打了一天 就连月云鹏都怀疑 这样的智商怎么说的相声呢 而如今在是好朋友的周末中 张赫伦再一次把惨图体现得淋漓尽致 玩游戏输得更加彻底 估计伦哥都想回去说相声了